看看他是罹患癌症 却是努力的跟生命来搏斗 之前才来到台北开完刀的 七岁抗癌小豆是豆豆 那么才刚刚做完手术一个月 回到彰化 看起来复原情况还不错 就立刻回到市场 跟这个爸爸摆起了糖果摊 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这个平日白天生意比较清淡 我们发现这个小豆豆其实很贴心 经常陪着爸爸聊天 睡眼轻松从彰化的家里走出来 之前在台大接受手术的 看来都是小豆豆 一早就回到糖果摊前陪爸爸摆摊 爸爸如果生意不好的话 你就会陪他聊天 你就会一直讲话给爸爸听 平日上午生意冷冷清清 小豆豆抱着心爱的熊宝宝 贴心陪着爸爸聊天 爸爸说生意好的时候 小豆豆还会帮忙跟着卖 只是上个月底才完成 肿瘤切除了手术 小豆豆的身体撑得住吗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有好一点 妈妈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 妈妈也叫我 现在回学校但没有别人 会不会想说赶快身体赶快好起来 赶快去学校找同学什么的 会 他会上不难看到许多心疼小豆豆的民众 都和爸爸做了鼓励的海豹帮小豆豆加油 接下来小豆豆还有一次的骨髓移植手术要做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手术台上的折磨 糖果摊旁小豆豆的小小身影 更显出一个七岁小孩难得的勇敢建议 中文学院江大姐云林采访报道